这种吹猪技法可以说是最原始的杀猪手艺了 老师傅会先在猪后腿跟一个口子 然后用铁棍从中口子直接捅到猪耳朵 这样可以方便吹气 接着就通过往猪身体里吹气 把种子猪吹得浑圆 猪的皮和肉就会追离开 再用热水一趟 就能很轻松地把猪毛刮干净 吹牛大家都见过 吹猪肯定没见过 这个老板绝对是良心商家 因为自主机器里面一般装的都不是正常可乐 而是堆着水的可乐原浆 我们每次接可乐 气泡苏打水和可乐原浆 就会以大约5比1的比例 分别从独立的气瓶流出来 然后在我们杯子里混合成正常可乐 这样的一杯勾兑可乐 成本大约只有瓶装可乐的十分之一 所以自主机的饮料永远可以无限倡议 好家伙 这才是真正的海王 不过能让这么多井里跟着转 可不是大哥有啥特别的魅力 而是井里们到了盖饭时间 大哥身上肯定有啥香喷喷的东西 裤子里大概带了不少鱼食 就像井里们排排队追着垃圾的鸭子 只要有饭吃 那甭管是鸭子还是人 在井里眼里那都是天险之字 天上的龙肉地下驴肉 海里当属这玩意了 这个东西我不说有99%的人都不知道 传说中的臭龙鸡啊 就是说的这种巡龙鱼的鸡 早在清朝的时候 巡龙鸡就是皇家贡匹 专供皇帝响应 从巡龙鱼身上抽出来这条白花花的龙鸡 其实是它的骨髓 从鱼尾巴的地方 把脊椎切开 龙鸡就会露出来 巡龙情越大 龙鸡又越粗壮 称得上是顶级补贫 除了抽龙鸡 巡龙鸡还有被抽鱼子 而且严格来说 只有学医的鱼子 它们叫鱼子酱 价格也是最贵的 正如因为浑人士宝 从恐龙时代 一直完全活到今天的巡龙鸡 又乘生被吃成了保护动物 所以浑人士宝 大概是所有动物们 最怕听到的评价 紫薯粥之所以绿油油的 其实跟水绿有关系 因为紫薯粥还有大量花精素 这种天然色素 会随着酸碱环境的不同 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在酸硬环境中是紫红色 碱硬环境中就成了蓝绿色 所以只要在周围里加点醋 就能变回紫红色 不过绿色的紫薯粥 其实也能喝 不用担心喝了会变成电视的样 吃这个 这个多大了呀 鱼鹰啊 其实不是直接把鱼吃进肚子里 鱼鹰脖子的地方 有一个可以自由伸出的猴囊 这个猴囊就像一个大麻袋 特别能装 鱼鹰冲下了一条条大鱼 就先存活在这里 然后再慢慢下足消化 鱼民们也正是利用鱼鹰的这个特点来捕鱼 只要用麻绳 把鱼鹰的脖子轻轻捆住 鱼鹰抓的鱼就卡在猴囊里 而不是吃进肚子里 然后鱼民们就可以轻松地 把鱼从鱼鹰的喉咙里抠出来 想死吞那是不可能的 大家可别在这套家里的热水袋了 你换上自来水啊 那就不热了 因为这种热水袋里面 装的并不是纯水 也不是孕酒便当了 而是加了铁粉的垫底液 铁粉本身有磁性 一通电就会产生磁场 这种热水袋就是靠电磁运等产生的热量来快速加热 所以加热时你会听到咕咕的声音 另外也有一种装纯水的电热丝式热水袋 加热会慢一点 但是要安全很多 前几天才这么大点路 今天已经长那么大了 立马给梅花路做了一个割绒套餐 一斤放倒一具收容 再来一针解麻一脚踹醒 今天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呢 一样路是必须要割路绒的 如果不割的话 路绒就会一直长一直长 最后能把路脖子压得抬不起头来 能割路绒路会痛吗 路绒里其实布满了大量血管和食育纤维 如果硬生生的直接割 肯定会非常痛 所以正常都是先给路打麻药再割 而且割完了还要止血消炎 路的自愈能力是很强的 大约再过一两个月 二茶路绒就会慢慢的再次长出来 我们穿的衣服就是用这个做的 学名叫锯脂纤维 俗成狄伦 也叫的确凉 而这些锯脂纤维又是用塑料瓶做的 因为塑料瓶又叫锯脂瓶 听名字大家就明白了 它们的成分其实都是一样的 作为塑料瓶 各种塑料垃圾回收回去 经过粉碎高温融化 等等流程之后 就可以变成锯脂纤维 然后拉丝织布做成我们穿的衣服 作为狄伦衣服可不耐熨烫 一不小心就成一头塑料了 这一大水池的蝌蚪啊 其实全都是赖蛤蟆 而不是青蛙 因为青蛙的蝌蚪是灰不流秋的 只有赖蛤蚪的蝌蚪 才像视频中那样是深黑色的 再过两个月 一大拨的赖蛤蚪 就在台家门口蹦打来蹦打去 晚上关了灯 还能听起巴生鱼片 那画面太美我不敢想 大家以后想想蝌蚪 可千万看好了 到底是青蛙还是癞蛤蟆 西洋树其实不是树 而是一棵巨大的草 当果实成熟后 西洋树这一年的生长期就会结束 很快就会自然干枯 所以果农才可以很轻松的 就把西洋树砍倒 因为西洋树根本没有树干 西洋树作为草 基本可以无限成长 只要留七个月 一棵新的西洋树 就会从原地长出来 重新开花结果 可以说只要一棵西洋树下地 从此再也不熟没有西洋树 为啥老实说 这个是土豆片 不是薯片呢 因为其实非常多的薯片 都是淀粉压出来的 只有用圆切土豆 现切现炸的 那才叫土豆片 它和淀粉压出来的口感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大家别看这个土豆片 包装土豆八几的 但是真比市面上 很多薯片耐吃多了 麻麻辣辣又脆又香 吃的真的特别上瘾 吃完巧克力复原了 但是也变矮了 巧克力切割后多出来的一块 其实恰好就是巧克力 变矮后缺失的那一部分面积 但是因为巧克力的形状 没有发生变化 又没有前后对比 所以看起来大小不变 但其实早就有这件事来出来差价了 这不是带给树起豆豆了 这种树其实是冷山树 冷山树树皮表面 常常会鼓起一个个小包 戳破后流出来的 就是冷山树的树脂 这种树脂 有着非常好玩的芳香味道 北欧和北美土著 在原始时代 就会采集这些树脂来熏香 同时冷山树脂 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看完采集的过程 是不是爽死枪梦状了 渔民们捕捞龙虾时 有一个基本规则要遵守 所以肚子带着卵 已经怀孕的母龙虾 不能吃也不能卖 而是要放归大海 在龙虾尾巴上卡一个缺口 是为了做标记 提醒其他渔民不要误步 像这么大个的一只母龙虾 回归大海后 敏年都可以产下无数只小龙虾 而且鱼迷在放生的时候 有时还会给它夹上一条小鱼 作为见面礼 过一段时间 人类绵微发育这事 就要在大海里传开了 这条透明的鱼 可是大有来头 号称水中人参 叫做银鱼 跟白虾白鱼变成太湖三宝 银鱼是没有内脏的 它吃了什么 透过身体就可以直接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银鱼也没有骨头 没有大刺 所以吃起来特别方便 一口一个 营养价值还比高 简直就是最贴心的食材 微蜜请我吃饭 你看全是虫子 这个怎么吃 你说怎么吃 这些白色小圆花 不是虫子 这是鲤脉全身最重要的部位 叫做白色胚芽 新的鲤脉植株 就是从这些小小的胚芽生发育而来 鲤脉70%的蛋白质 东西正在这里 煮熟之后 白色胚芽会自然脱落下来 就成了视频中密密麻的样子 可以说吃了一脉 就是吃了这些小白花